没有性的爱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对 跟年纪比你轻的男生交往 好处在哪里 总有好处 好处就是他比较会玩 如果说男人突然之间反常的对你们好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鬼 有鬼 有鬼 非常有鬼 他也没有到特别好 可是就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直觉还是什么的吧 就有发现 女人的第六感最恐怖 对 我相信是他的心智 或是他的个性 导致他有这样的行为 不是他真的喜欢做这种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原谅他 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可能是我比较忙 或他现在躲得比较好 我只是觉得无所谓 听转声 来过 同我的天敌 同我的天敌 你好了没 我没有这个事实 真的吗 那就是好人嘛 那就是好人嘛 我没有那 好了就好了 真理好了就好了 恭喜 谢谢你 追顾你男生最小年龄是几岁 二十四 二十四 前面这位小姐 她说她教过五十几年次的男生 你呢 六六 六十六年次的 你觉得很大 还好耶 十岁 十岁一年 四十岁 四十岁 四十岁嘛 对 四十对 那没有性的爱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对 现在我就是 现在发现 发现不对 那只有性的爱是不是很棒 只有性的那不就爱吧 极端 只有性不爱 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 性爱可以分开吗 对男生可以 女生好像不太能 女生要有性就要有爱 有爱就要有性 女生通常是要跟爱的人才有办法有欲望 但是男生是可以 纯性 不爱 用眼睛就可以有性 只要用眼睛就可以有性 因为男生用视觉 比较重视视觉 但另外一种 女生是感觉 身体不好 看到就OK了 你可不可以讲讲说 你跟年纪比你轻的男生交往 好处在哪 都有好处 好处就是他比较会玩 比较会往外跑 招式比较多 对 他出去玩 对出去玩 二十年前你遇到我们 你一年有玩到你叫不敢 因为我的生活的环境 可能都比较封闭吧 医生嘛 对 医生比较严重 举例他多会玩 去潜水啊 去滑雪啊 去哪里 去户外外 可是他个人私生活那种玩 生活方式非常丰富 对 就是完全是跟我年轻 跟现在过的日子一样 不是潜水就是滑雪 有 对 他有海边 但是这不是说年轻人才会 就是 可是年纪大真的不太会出去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男生 那很大了 没有 就刚刚讲的是 你说那个六十六年式的 他不会不爱身世太好去 就不太喜欢出去玩 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问题 对 个人的问题 个性 像我们到现在还很喜欢出远门 运动啊 休门一出去两个月才不出去 他多开心啊 徒步 来 请坐 如果说男人突然之间 反常的对你们好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鬼 有鬼 有鬼 非常有鬼 反常的好 绝对有鬼 就是比如说平常就是 就还好没什么突然间 突然 拿一个某一个花来 没事 我真的好爱你啊 这样子 你们有遇过这样的案例吗 你们亲身 突然反常就抓到 有没有 有 有 怎么样怎么样 他回去拿那个护身符 有鬼 他是怎样 没有就是 这个反而就是 我觉得是 安全感 跟年轻的男生在一起 反而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 他们会想要黏人 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关系 对 那我觉得年长的 也许可能爱玩 但是因为他的个性 如果是我交往起来的话 即使他爱玩 我也不会担心 因为至少知道 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 他们 太无力了 就没有事情 不是 因为你们都很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事业也好 比如说你要研究干嘛 工作 他们就在念书 放上去 咦 没什么事啊 那你在哪里 都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 他也没有到特别好 可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直觉还是什么的吧 就有发现 女人的第六感最恐怖 对 然后他怎么了 就是跟 那你怎么办 你是很生气吗 我没有 我那时候很镇定的跟他说 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那我现在也没有很想要离开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是偶尔都是这么镇定的 对 我一直都这么镇定 结果就是我很好 而且他讲这时候正在解剖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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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怎么做 就是他有跟我讲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 就是跟女生之间或什么的 那我 我相信是他的心智 或是他的个性 导致他有这样的行为 不是他真的 喜欢做这种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原谅他 被你分析了 后来 后来多久有分手 后来 还好 就是 继续在一起 对 那就好 表示他后来还是在乎你 然后就被分析 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可能是我比较忙 或他现在躲得比较好 我只是觉得无所谓 应该是躲得比较好 对 好